他是郭德纲的爱徒 身为副总 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也是德云社中某些徒弟口中的奸臣 声称德云社需要清军测量清的 就是这位 他就是阮云平 虽然身为副总 但也是师兄弟们洒乏子的对象 因为阮云平在德云社担任着演出商演统筹的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活 有一点分配不均的时候 阮云平也就成了师兄弟们洒乏子的对象 身处这样的职位 早期的阮云平在德云社的人员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 再加上阮云平不爱沟通 常常是一张冷脸面对师兄弟 使得师兄弟们更加害怕阮云平 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阮云平的人员也变好了起来 3月20日是阮云平的生日 德云社的师兄弟们也纷纷为阮云平送上了生日祝福 主任杨和通更是在零点的时候 第一个为阮云平送上生日祝福 随后搭档高峰 徒弟李小葵 陶阳 李九重 张赫藩等一众师兄弟 都为阮云平送上了生日祝福 而且在窝头会馆剧组还特意为阮云平送上了生日蛋糕 有师傅在身边陪自己过生日 阮云平可以说是今天最幸福的人了吧 如今阮云平能有这么好的人员 而不是因为阮云平变了 而是因为阮云平一直没有变 当年因为一场演出 阮云平没有让曹云金随意更改节目单上台演出 所以才有了清君策的说法 但当时的这一切也只不过是曹云金 想要离开德云社所找的理由 而身为副总的阮云平背下了这个锅 如今通过斗笑社 大家也慢慢了解到了阮云平的人品 和铁面无私的一面 在斗笑社中 阮云平曾说过 所有的队长我都罚过 也正是这种不怕得罪人耿直的性格 得到了郭德纲的认可 郭德纲曾说过 有阮云平在 他放心 虽然身君要职 大权在握 但阮云平并没有为自己谋取一点福利 真正的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对师兄弟们负责 也对德云社负责 在小剧场排满的情况下 阮云平宁可少演在家待着 也会让师兄弟们去演 哪个队缺人 找到了阮云平 他也会第一个顶上 而且通过斗笑社中的接触 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阮云平在其中也学到了很多 跟师兄弟们相处 也更加游刃有余 在节目中 他帮助秦潇贤找回自信 亲自给他说活 为王九龙调搭档 可以说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师弟走出困境 话说这样的副总谁能不爱呢 从清金策的对象 到如今师兄弟们为阮云平送上生日祝福 阮云平能收到这么多人的祝福 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他人品的认可 无论是工作中还是舞台上 阮云平的副总可以说是实至名归